新运开始要带您看看乌俄大战如火如荼 大军濒临击捕城下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激烈的战斗 而随着战火升高 台视新闻也派遣了特派记者许玲文还有胡伟伦 情境收容将近200万乌克兰难民的波兰 见证这场二战以来欧洲增长最快的难民潮 首先难民进入波兰的转运站之后 就是华沙中央车站了 华沙中央车站如何转运这些难民 又有哪些协助难民的贴心服务 以及志工担任的任务有哪些 一块来看看来自波兰华沙的报道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波兰的华沙中央车站 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转运站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已经有排起桌子 上面有放热饮 热茶 还有一些零食来供来自乌克兰的民众 免费取用 那稍早其实桌上还有一些新鲜的水果 不过现在目前是收起来的状态 那在这边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来自乌克兰的民众 是在享用这些民众提供的热饮 而在过去一点呢 那其实这个整个志工的服务站呢 是围绕着整个区域 那其实有很多穿着黄色荧光背心的志工呢 他们也提供来自乌克兰的民众非常多的咨询服务 像是车次啊 或者是几点啊 要在哪里搭车等等的资讯 你帮助你这里吗 大概三个月 大概三个月 对 什么服务你给你们的服务呢 我们有三个卡丝 给了乌克兰的民众 和召售到乌克兰的 和乌克兰的 那就是所有的 这些志工呢 他们其实身上也都会 别一个标章来表示说 他们可以提供的 外语言服务 像是有法语啊 俄罗斯语 波语 还有乌克兰语等等 那当然还有英文 那这些名 这些无论是志工呢 还是需要帮助的难民数量呢 都相当的多 那都聚集在这个 波兰中央车站的 这个中间的区域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这个乌尔战火持续延烧 已经有超过三百万的乌克兰难民呢 他们被迫 远离家园 逃出这个战火 那其中有大部分人呢 选择来到波兰 那这是因为波兰其实和乌克兰的距离相当的近 然后再加上这个同样是 有这个斯拉夫兄弟的这个情谊 再来呢就是 很多人呢 他们会以波兰为一个中继战 之后呢 可能还要再往西欧的西班牙 或是德国前进 但也有不少人他们表示呢 是会待在波兰 因为呢 如果战火有结束的一天 他们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家园 既然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在 华沙中央车站外的一个临时转运站 可以看到后面有一台巴士呢 它是即将要开往Expo 那这边就是华沙Expo的展览会场 目前呢 已经有很多的收容了成千上万 来自乌克兰的难民 那再往旁边看呢 是这边有很多的棚子 那最靠近巴士旁边的这个棚子呢 它是提供乌克兰难民水啊 水果等食物 那再慢慢的往左边看过去呢 就是提供一些干粮 牙刷肥皂 面脂等清洁用品 那这些都是来自波兰民众的捐赠物资 来自波兰人的扇心 那再往左边看是一个最大的棚子 虽然里面没有办法拍摄 但是呢 我们其实可以稍微看到 里面有桌椅提供长途跋涉 逃离家园的乌克兰人 可以稍微坐下来休息吃一点东西 那其实波兰人的扇心呢 还不止如此 现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妈妈带着小小孩 不论是他们会 稍微自己会走路 或是推着婴儿车 带着小小孩 独自从乌克兰来到波兰 那就是因为18到60岁的 乌克兰男性呢 他们是必须留在国内作战的 因此呢 只有七少可以出国 那在其他车站 我们也看到波兰民众 是非常好心的捐出自家的婴儿车 在车站外面排成一个婴儿车列 就是要提供乌克兰妈妈们一点帮助 在现场呢 我们也有看到 有来自这个车辆 载了非常多的婴儿车啊 还有这个宠物的笼子 因为我们知道 有非常多的乌克兰人 他们逃难的时候呢 其实还是把这个最好的朋友 毛小孩啊 不论是猫猫狗狗都还是带在身边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志工呢 他们就是搬出了非常多的物资 有水啊 笼子啊 一箱一箱的 要来提供给这个来自乌克兰的难民 甚至连一些软电啊 类似瑜伽电的东西都看得到 还有一些衣物 也都是在这个救援物资的行列 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现场这个有一位义工呢 他拿出了一些 用这个铝箔纸包着的 似乎是热食的食物 要来提供给乌克兰的民众享用 以上是台式特派记者水灵文胡伟文 来自华沙的报道